在2022年5月份的时候 估计一款虚拟的小包包在Roblox居然卖了4,115美元的价格 要知道这款实体的包包在专卖店不过是3,400美元 这一下子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我是华晓二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产业元宇宙 知奢侈品行业如何做元宇宙的 其实早在2021年5月份的时候 估计在Roblox就举办了一个虚拟的时装秀 当时这个秀的空间被命名成Gucci Garden 就是当时的每个房间它都是不同的这种主题 例如有这种都市浪漫主义 还有什么东京部落等等这种风格 这也是第一次现实社会与虚拟世界的交互 因为对应在现实社会中的时装走秀 在意大利的Flo Renza是同期举行的 当用户进入Gucci Garden的时候 用户就摆脱了自身 成为了一个中性的人体模型 没有性别没有年龄 人体模型就相当于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旅程 就像一把空白的画布 每个人都以不同的顺序体验房间 并保留了不同空间的碎片 他们将这段旅程结束的时候 创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作品 反映了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自己独特的一种想法 在2022年5月份的时候 Gucci和Roblox宣布将Gucci Garden 现在永久的空间进行了升级 命名为Ujita 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Gucci小镇 小镇有这个中央花园和独立的几个区域连接形成的 其中包括了什么游戏空间啦 咖啡厅啦 还有虚拟商店啦 玩家可以在这空间中随意的体验这种迷你游戏啦 或者是购买Gucci的这种虚拟装备 虚拟商店中呢 展示的都是Gucci的经典的包包的物品 走近的时候呢 你可以与包包产生一些交互 可以看到这种产品的详情等等 当然了 Roblox商店中有这种Gucci的专卖店 不只是包包这些东西啦 有这种服装啦 鞋子啦之类的 你购买之后呢 可以在Roblox中使用 还可以在Gucci的小镇中呢 进行寻宝 类似找这种Gucci的字母进行打卡 还可以体验这种Gucci小镇中的迷你小游戏 游戏玩得好呢 在中央广场还能显示你自己的名字 其实呢 我的这个小二小镇呢 也是按照这种模型来去建的 你就比如小二艺术馆啦 小二虚拟商店啦 小二咖啡厅 还有小二联名广场 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搞的 但是风格是不一样的 Gucci小镇呢 是Roblox的风格 而小二小镇呢 更添这种中国味道的赛博风格 小二小镇呢 也是很快上线了 也是欢迎大家来小二小镇中做客 我是华小二 点赞关注 带你了解更多产业原有的落地案例